赵丽颖开直播 工作人员不小心手滑关掉十几美颜 网友确定这是33岁 前段时间赵丽颖直播跟粉丝互动 还被粉丝展示了私下化妆的样子 结果工作人员手滑 不小心把赵丽颖的十几美颜给关掉了 赵丽颖没有了美颜滤镜 颜值差距非常大 这让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确定这是33岁 在一众85花中 赵丽颖的出身是最低的 赵丽颖是从农村出来打拼的女艺人 并非课班出身的赵丽颖根本没什么优势 出道后的三五年只能在剧组里跑龙套 所以娱乐圈的路她走得比其他女明星要坎坷 当年她靠着自己的清纯模样就圈粉很多人 虽然赵丽颖的颜值在娱乐圈里 算不上非常惊艳 但她的长相让人看着非常舒服 有一种邻家姐姐或者妹妹的感觉 一直以来都被人誉为是天生励志的大美女 但这种长相在一开始不被看好 认为没有主角脸 没有优势没有机会 这么吐气也可以当演员吗 但赵丽颖却凭自己的烈士逆袭 用演技证明了自己 2013年陆珍传奇让她第一次哄出圈 之后的话千古证明赵丽颖实力的时刻 也证明圆脸也可以演大女主 男脸照样能成为趋势 之后更是出演了楚桥传 2018年她官宣结婚 第二年就宣布怀孕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也是在这个时候开播 这部局一开播立马收视率狂飙 简直就是第二部甄缓专 甚至有网友说 一部知否就可以够赵丽颖吃一辈子 生了宝宝后的赵丽颖 产后身材的恢复是很好的 也是非常快速地回到娱乐圈当中工作 很多人说生了孩子的赵丽颖 变得更有魅力了 多了一份过去没有的韵味 与之前相比 确实变得有气质了不少 在一众85花中活出了自信和自我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赵丽颖的容颜也是会发生变化的 因为幸福到万家的成绩很好 剧中的几位主演被邀请连线直播一起讨论剧情 当天的赵丽颖一头乌黑的长发 一件深蓝色的短款上衣显得整个人知性又优雅 结果中途 工作人员不小心关了美颜滤镜 下一秒网友们都忍不住纷纷截图 直呼这是生过孩子的妈妈吗 因为失去美颜暴露在镜头中的赵丽颖 颜值不仅没有降低 反而更好看了 不像其他明星直播时的浓妆艳末 反而 赵丽颖是素颜直播 尤其是她的脸部精致饱满 脸上几乎没有明显的瑕疵 没有黑眼圈法令纹 无虑镜镜头下的赵丽颖美得更加灵动有生气 一头乌黑秀发更是浓腻的让人羡慕 33岁而且还是身为妈妈 还能够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和身材 已经非常不错了 要是非得说有什么变化 那也只能说是增添了更多的女人为 网上有很多赵丽颖美颜前后的对比 变化不少很大 而且赵丽颖的生徒也是出了名的好看 相信赵丽颖对自己的身材 脸蛋花了不少功夫 比那些靠着打针微整的女明星好多了 对此大家在看到赵丽颖这样的一副状态的时候 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有在努力修复 因为我记得我刚进组的时候 我爸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说这次这部戏的妇女关系又不太好 希望你不要太入戏 对因为知否的时候入戏太深 导致跟他的这个说话也是有点阴阳怪气 不太对 对